这里是台南一中的地下道 平常学生人来人往 今天却摇身一变 成为音乐会的表演场地 12月19日中午 一群台南一中管乐社毕业的校友 特地回到母校 拿起乐器举办一场音乐会 随性自然的演出 让冷冷清清的地下道 多了一点热闹人气 也多了一点悠扬乐音 这场独特的音乐会名称 叫做C大调地下道午餐音乐会 仔细一看还真的都是C大调乐器 有长笛 手风琴 马琳巴琴 还有东洋风味浓厚的金钦三味线 主办单位台南一中校友管乐团表示 因为热爱管乐也热爱母校 所以特地回到台南一中 挑选了最近才整修完毕的地下道 作为表演场所 演出的品质还蛮好 其实大家就比较不会像 正式的演出会有紧张的感觉 反而是可以很轻松的 表现出原来的音乐的样子 独特的壮业 精湛的表演 再加上东西合璧的音乐风格 让岁末年中的台南俯城 增添了几分艺术气息 TNIP记者台南采访报导